都是用水果、葡萄红醋、苹果醋和梨醋 第二种是工业合成 这种属于快速的合成 经常用到的是冰醋酸 直接用工业醋酸加水再加香的 瞧一瞧就是醋了 这种醋你贩卖的都很便宜 第三种是九阶大教是工业合成 只有专门而已 我们如何识别错的好坏呢 就和我们形式一样 需要放文、论、切、梦 本天然面罩 再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添加物 如果有苹果醋酸呢 就是调成的 它就是配置食醋 这个相对来说 对我们身体比较好 闻就是闻一闻醋的味道 纯天然酿造的醋 会有淡油味的 会有点那种化学的刺鼻味道 闻就是询问价格 一分钱一分货 天然酿造的价格会高一些 不切就是用手晃动触屏 只要你摇摇触屏 纯天然酿造的就会有安基酸套法 套品越多越好 越硬越好 化学勾兑配置本 摇摇三点钟后 套号就会消息 在天家屋中 如果有苹果醋 它的泡泡也会很多 山西老陈醋 如果摇摇 你就会发现 它真的是名不虚传 有点像我们常喝的 黑体底 泡泡很丰富 他统一七十一年 救人无数 逃离暖天下 我就是一个 闲着住的老婆 他九十三岁 成功打赛中牛居 九十五岁 依旧是个工作狂 我的病好得快 主要对我平息养生 有很大的关系 九十六岁博医大师 郭承杰 首次披露 充滞不老的真相 据说 强烈体质的 养生命迹 总之就是一句话 长寿秘诀 就在你自己的身上 欢迎继续收听 长寿秘诀 苏尚早 喝醋 也可以检验你身体健康与否 主要是检查你的肠胃功能 有些人说呀 喝醋是我们经常会有热热的感觉 但这是促进新陈代谢的表现 而不是伤心的现象 我们正常人的胃酸 PH值是一到二 醋的PH值是四到五 它的H值一般是比醋高 而有胃病的人 胃溃疡或是肺炎 对酸的会非常敏感 一口醋下去 会妈妈症 对三高 尤其是对党母醇很好 树里有一些胺基酸的东西 可以提高我们好的党 清血的作用 如果想减肥 获得正在减肥 我建议你可以每天也用一大勺食醋 并且兼斥三个月 这是因为寸中有大量的素酸 人们平时摄入食物时 食物中的糖分会在体内代谢 多余女党则转换为脂肪囤积起来 当人能量供给不足时 人体在分解脂肪以供能 而醋酸能够同时作用于合成与燃烧双方 也就是说呀 引用醋的效果 在某体化弹的增多 才能从侧面促进血液循环 保证血管健康 并降低血压 饭后大概半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稀释一小杯醋酵 可以帮助消化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醋一定要切善后再多 谁要醋够成 不用兑水 可是一般的醋 就一定得兑水 醋要兑 醋还有杀菌作用 喝醋可以抑制大肠杆菌 沙门四菌 喝醋要比板南根更有效 喝醋要比吃黑木耳 洗血管效果更好 醋还可以用来泡脚 解拔去水瓶 如果用醋来洗头发 也能增加头发的营养 使头发乌黑亮丽 所以每个追求养生长寿的人 都应该每天来点酷 早餐喝粥 究竟养胃还是伤胃 小时多餐能不能帮助减肥 究竟睡多少个小时 才能充足的睡眠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健康常识 这顿都有答案 每天从台湾收睇临近健康 才进健康 我们最后的提供的空间 我经养40岁 曾经过困扰20多年 建议大家呢 去医院 排查一下 如果那有种意味症 有没有这种可能 云天健康 365天的健康陪伴 365天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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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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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